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将要公布 一级特内新闻云首创的纪委九市民调 有关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党内初选 以及未来在总统大选中的 可能对战组合的最新民调的结果 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语谈的节目来宾 第一位是老朋友 世新传管系的教授苏建州苏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第一次来 也邀请很久的台湾世代基金会执行长 洪耀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OK 洪耀南本身也是台湾少数顶尖的 民调专家中的专家 理论跟实误都非常的艰巨 第三位是老朋友 国民党文长会副主委 黄梦凯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好 OK 今天似乎刚睡醒的 资讯媒体人善后知 大家好 我一定要A一下 OK 老朋友 时事评论员王时琪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看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我一定的看到Ottawa 叫我用作换梦一参与 她们有点误论员王时琪 我们下误论员王时琪 还лять坑一参与王时琪 z gem临快乐 在废兰颏大业里 上还在太阳 我最招侠了王时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做个简单的分享 亚洲第一部的同婚专法 今天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大战 最新的新闻的进度是 行政院已经让步 把结婚两个字大概把它拿掉 来取代同婚 相关新闻的细节 包括同婚专法案条文 一次看 政院版跟修正版比一比 最主要的政院版的修正 是把内容把同性婚的文字 改为登记结婚 相关的文字的细节 包括行政院版的第二条 称同性婚姻关系者 为相同性别之两人 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亲密性 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 这是原先的版本 但修正版则是把 所谓相同性别之两人 直接用相同性别之两人 把所谓同性婚姻关系者 这大家把它拿掉 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 为什么要把这个同性婚姻关系者 这个把它拿掉 可能目前所一般的解读 也是因为包括上一次的所谓 这些公投的结果 以及反同团体 给民进党相当大程度的一些压力 那包括今天民进党团 也祭出所谓同进同出 整个党团的成员 要用一致的投票行为 来表达共同的集体意志 那国民党也假急动员祭出 对行政院版本的反对的态度了 那这里面有一两个小差距 林戴华说我宁可被罚钱 我也不赞成民进党的版本了 那另外国民党这边也有人被呼吁说 请你们勇敢站出来 持疑而终支持挺同的态度 相关有关法案的立法的进程 请锁定ET3新闻云 最新的即时跟详时的影音跟文字报导 在我们讨论这个有关最新民调的结果之前 我们这次非常难得邀请这个苏建律 苏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 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都做 叫做鸡尾酒市民调 大家都对他非常好奇 有不同的期待 大家有人觉得说 这可能有些问题等等 我们做这样子的民调设计 当然由我们设计它的目的 希望能够解决过去传统民调 某些被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说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个试内电话 这个民调到底准不准 所以我们企图用一个新的思考 来解决过去 大家认为传统民调 不准确的某些遗憾 那这样子的设计到底是怎么样 就麻烦苏老师用几个手把 跟大家做个简单说明 谢谢 我看最近大概有一个行业 在台湾算是欣欣向荣 这个非常景气 大概就是民调产业 就我们可以在电视的媒体里面 看到很多很多的民调的结果 但我一直觉得谈这个过程 谈方法的这个内容少了一些 但是很多我们都针对结果做很多很多的论述 所以我想说有机会在这里面 有几分钟时间给大家上一点点调查课 好了 其实调查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 是一个研究方法解决我们的一个 我们想要预测的一个研究的问题 那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 就是它的研究母体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针对这个研究母体 找到一个样本或资料库去涵盖它 然后从资料库里面去做抽样 然后具有代表性 然后来做推估 所以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它的涵盖率的问题 涵盖率的问题 那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字卡 这个手版这边 其实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年龄层 用不同的方法 它的涵盖率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18岁到19岁 或这种年轻20到29岁 30到39岁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行动网络 它的涵盖率是非常高的 都到9成以上 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电话 一般我们现在常用的电话调查方法 这种加户调查 其实涵盖率都不到6成 很低的 逐步年龄提高之后 到了50岁以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的涵盖率 是在下降的 然后在电话调查的涵盖率就上升了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 整个ET Today的调查方法的 最基本的精神 他希望在50岁以下 用比较容易去联系 去触答他们的 涵盖率比较高的 网络调查的方法 然后到50岁以上 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用电话加户的 这种KT的方法 去触答他们 所以他大概就分这两个母体 分开两个母体去处理 我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好 是比现在大家一直在热议的那个 手机调查加户调查的这种方法 因为手机调查在加户调查里面 我觉得目前执行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在于 你可能同时又拥有手机 又拥有加户电话 所以你被抽中的机会是来自两个来源 那这个东西在后续的 我觉得在资料处理上是有它的困难性 有它的困难性 而ET Today的这个调查方法 它是把母体切割成两块母体 一块母体是50岁以下的族群 一个是50岁上的族群 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查他们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字卡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 这个东森新闻云 这个ET Today 它里面 它整个一个资料库 调查库里面 它主要的基本原理来自于 目前他们网络的这个触达率呢 是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大概将近八十 大概81的不重复的访客 在所有的这个网络调查里面 那是以这个为基础来做 那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拿掉 那它这两块的族群里面 一个是网络会员的调查库 就我们刚刚讲的 这50岁以下的这族群 目前总共已经招募了42万人 那这42万人完全的结构 就是按照整个台湾的 20岁到50岁的母体结构 那总共有42万人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从这里面做随机抽取的 抽取的一个原始库 那另外一块呢 就是电坊的这部分 电坊这部分 那这电坊的部分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 880万的东森的这个会员 那这里面从这880万里面呢 里面50岁以上的族群 然后来做抽调 所以它就分个这两块 来做处理 对 这目前他们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 OK好 老师我们进入补充 大概是这样 OK好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大概应该知道说 这样子的所谓 巨尾酒市的一个民调的设计 它最主要的精神在哪里 51岁以上比较资深的国民 我们就用传统的室内电话 甚至有时候 我们都会用手机去调查 那它的资料库是东森购物台 过去累积的 将近800多万笔的 所谓会员的资料 在里面去做抽样 那回到这个 耀然兄这边 这次有关这个2020年 总统选举国民党的人选的支持度 韩国瑜是29.3 领先第二名的郭台铭22.8 朱立伦的目前支持度是8.2 王金平是7.6 但是有高达29.7的人说 这以上几位我通通都不支持 但有2.4%的主要人认为说 他有其他支持的人选 第二题比较有意思是说 谁最有能力治理台湾 是针对目前开放式的国民两党 目前在台面上 已经大概都具体表态 说要参选总统大位的人 那目前的支持度的显示是 韩国瑜得到25.0 认为是他最有能力治理台湾 蔡英文是18.5 是第二名 那郭台铭先是18.0 在明第三 他跟蔡总统 大只有0.5%的落差 第三名是首都市长 克文哲 他的支持度是17% 朱立伦是5.6 赖清德5.4 王金平1.6 不知道没有意见的7.7 或有其他选择高 也有1.3% 那如果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的话 蓝绿两人的对战组合的支持度 如果是郭台铭对上蔡英的话 郭台铭42.9 领先蔡总统的31.7 都不支持的23.8 如果是郭台铭董事长 对上赖清德院长的话 郭台铭董事长42.6 赢过赖清德院长的28.7 都不支持26.7 如果是韩国瑜对上蔡总统的话 韩国瑜的制度是43.7 蔡总统是33.7 都不支持21.1 如果是韩国瑜对上赖清德的话 韩国瑜43.4 赢过赖清德的30.5 都不支持的是20.3 OK 那如果把首都市长 柯文哲 加入蓝绿白的三人对战组合的话 他所呈现的结果是这样 郭台铭 柯文哲 蔡英文 郭台铭35.3 领先柯文哲23.3 领先蔡英文的23.1 但是如果是郭台铭 柯文哲跟赖清德的话 郭台铭35.2 柯文哲26.3 赖院长似乎戏剧性的掉了5.5% 只降到18.1 OK 那如果是韩国瑜 柯文哲 蔡英文的对战组合的话 韩国瑜38.5 赢过柯文哲23.5 赢过蔡总统23.8 如果是韩国瑜 对上柯文哲 赖清德的话 韩国瑜38.6 赢过柯文哲的26.9 以及赖清德的18.6 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交叉分析里面来看 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支持度 OK 概26.2 22.8 郭台铭 朱立伦 8.2 王金平 7.6 但如果做一些年龄层的交叉分析的话 来看 大概郭台铭董事长 在相对比较年龄的 年纪庆了20到29 30到39 他的支持度是领先了 他的强劲的党内的对手 韩国瑜的 在20到29是16.5 赢过11.8 这个郭台铭领先 在30到39岁的话 郭台铭是27.0的制度 赢过这个韩国瑜的19.5 但是到40到49岁 50到59岁 到60岁以上的话 整个领先的局势就做了一个大180度的翻转 这个韩国瑜的支持度 就相当程度的领先了郭台铭 也就是说比较年轻的支持郭台铭 比较资深的 似乎是支持韩国瑜 这是为什么 郭台铭董事长 也希望说把手机列入民意调查 似乎对他的支持度 能够呈现一个比较客观的反应 那如果从年收入的角度来看的话 OK 有趣的是 比较2040万以下的 韩国瑜支持者比较多 24到47万 韩国瑜支持者比较多 48到61的 韩国瑜支持者比较多 62到74的 韩国瑜的支持者比较多 OK 那一直到75到95万 大概两个拉近以外 那郭台铭以26.9的制度 小赢23.3的韩国瑜 那一直到96到119万的话 那郭董还是稍微领先一点 但事实上差距并不大 但120万以上 这个高所得族群的时候 OK 这个韩国瑜又回来领先了7个percent OK 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这一张 那交叉比对的资料 如果以教育程度来看的话 这个在国小以下教育程度 韩国瑜领先 在国初中的教育程度的话 韩国瑜领先 在高中职的教育程度的话 韩国瑜领先 在大学专科以下 大学跟专科教育程度的话 韩国瑜领先 一直到研究所以上 郭台铭领先 这会呈现一个很有趣 这些黄创夏讲说 国民党里面的所谓理性栏 知识栏 经济栏 可能对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比较拼好一点